第1集 暑假到了 很多人都在規劃要騎車去旅行 去探訪台灣各個景點 那我們當然也一樣 因為我們本來就愛騎車 可是我們在討論這次夏季旅遊的時候 發現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就是台灣有一個景點 全台灣的人都知道 很多外國遊客也知道 而且很喜歡 可是我們兩個 好像從來沒有真正的去這個地方玩過 就是阿里山 其實阿里山一直以來 就是台灣最具代表性的景點 不只很多外國遊客為它特別來到台灣 就連它的歷史和發展 也跟台灣算是息息相關 甚至就連歌也都有得唱 比如說 1 2 3 到台灣 台灣有個阿里山 或者是 阿里山的妹妹妹呀妹呀 有這首歌嗎 不是這樣唱嗎 好 沒關係 其實這個猥瑣的歌詞也證明了 就是你對阿里山不是那麼的熟 所以今天我們特別去借來兩台 擁有水冷 泡律 動力 同時又可以展現我們個人風格的車款 朋友們來進行一場阿里山的深度訪談之旅 那麼首先呢 這一輛是跟我個人 個性比較相近的 從輕熟難路線 成熟穩重 又很有內涵的 YAMAHA SMS ABS版 以及像我這種熱血少年的 YAMAHA FORCE特飾版 那麼在正式開始 我們今天的旅程之前 我想先提醒大家 其實阿里山因為它位在嘉義嘛 台灣各個縣市要來到這邊都不困難 可是我並不建議你一次直接攻頂衝上山 應該是你來到嘉義之後 你先找一個景點休息一下 看看你的油料夠不夠 該帶的東西有沒有帶起 或者是像我們剛剛有飄著毛毛細雨 是不是要額外準備雨具 這些都可以在休息點做一個再一次的確認 像我們這次所選擇的休息點 就是我背後的這個天長第九橋 它其實應該是兩座吊橋 分別是天長橋以及第九橋 那這兩座橋它們的歷史非常的悠久 在日治時期就已經興建完成了 當初是為了讓嘉義跟阿里山的居民 還有商人可以互相往來 跨越巴掌溪而興建的 那比較有趣的是 在它落成的時候 因為當時是日治時期嘛 為了要紀念天長節 日本天皇的誕生日 以及第九節 第八節課後的輔導 對 那個不是那個東西 是日本皇后的誕生日 你講得太像喔 對不起 好 那這個天長節跟第九節 就變成了它們的命名由來 那也因為有這個特殊的名字 所以現在除了一般的遊客之外 也有很多情侶特別來到這邊 想說一起走過這個天長橋 以及第九橋之後呢 就可以勇於愛河 共結連立 但是呢 我們要提醒大家 還有另外一個版本的傳說 就是當情侶一起走過天長第九橋之後呢 就一定會分手 對但是到底哪一個是真的 我不知道 我也不想要知道 這個就留給大家自己來做驗證了 那麼在經過簡單的休息之後 接下來我們就要騎著 YAMAHA的S-MAX 以及FORCE呢 來展開我們今天的 阿里山之旅 在經過剛剛的山路騎乘之後呢 我們終於來到我們今天的第二站 也是我們晚上的住宿地點 奮起湖火車站 沒有火車站 只有奮起湖 好不好 你才住火車站 其實奮起湖呢 從以前 就是台灣非常重要的一個地方 應該說是 阿里山森林鐵道 一個很大的中繼點 很多旅客呢 坐車來到這邊 都剛好要吃飯了 所以大家呢 就為了他們製作了便當啦 一些小吃 那就發展出了全國皆知的奮起湖便當 奮起湖便當呢 這邊我要解釋一下 其實奮起湖 我小時候都一直覺得 它跟日月潭是一樣的 大概就是有火魚36吃啦 有一個很大的湖泊 但不是 奮起湖是因為它的地形 湖代表是盆地 奮起呢 以前是叫奮基 那是為了說 改個名字讓它更好聽 所以就改成奮起湖 那不管是以前的奮起湖 還是現在的奮起湖 它都是一個很有特色 很有人文素養 而且很繁榮的一個小村鎮 那因為我們剛剛講的鐵道 它帶來人潮 帶來生意 所以有一條老街 那現在呢 雖然說這個鐵道已經不是主要的幹道了 但是它的老街還是存在的 而且很多東西都保持得很好 當年那種淳樸 有味道的股市建築 都有流傳下來 所以如果有機會來到阿里山 我會建議可以安排到奮起湖來走一走 尤其是它的老街 不管你是要買名產 還是要來看那邊的建築 甚至是體驗它的人文 我覺得都非常棒 非常的值得 好 尤其是 起来啊 三点了 他拍摄出了 快点 再不起来 然后来不及 起来了 起来了 还不及 为什么 没有为什么要睡着 你要不要起来 你要不要起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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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才可以 我才可以 好久不見 在這個白茫茫的霧色之中呢 我們終於完成了這一次的挑戰了 說真的 一直到太陽出來之前呢 我們都是充滿擔憂的 因為我們本來來到這個地方 以為在後面這個觀景台 要來看日出 後來發現 欸 它怎麼在這裡呢 在西邊 而且只能看雲海 對這個是一個看雲海的觀景台 我們跑錯地方了 那還好後來有找到可以看日出的一個平台 那 其實我覺得看日出這種事情 因為過去喔 我其實分不太清楚什麼叫做曙光 什麼叫做日出 所謂的曙光就是你在太陽出來之前 那種微微的亮光 那霧萌萌的迷萌的感覺 七彩雲朵 紅霞那種感覺 對 那日出呢就是在台中做鳳梨書 不是 日出是太陽出來 我知道還要你講 日出就是太陽出來那個瞬間 那其實說真的喔 以前我從來沒想過回去看日出 因為通常四五點才是我叫舊請的時間 謝謝你 這凌晨三點就把我叫起來了 你是該好好感謝我 非常感謝 這個回去請你吃飯 好 那重點呢 就是剛 那個霧萌出來那一瞬間 我覺得很感動 因為我本來以為我其實看不到 因為這幾天都在下雨啊 起霧 就沒想到剛剛看到 我覺得真的很棒 所以 我覺得其實有那個想法喔 你想要去完成某件事情 你想要跟朋友一起去哪些地方 有這個想法 就去排時間 努力的去執行它 相信會有很好的活躍 沒錯 所以我們接下來要挑戰 一日雙塔 四級店 三橫一束的旅程 沒有要這麼複雜 我跟你說過 就是旅遊這種東西喔 從簡單開始 從小確幸開始嘛 所以下次安排一個左營大陸一日遊 或者是中校東路的半日遊 我覺得這樣是比較特懂的 比較好掌握的 沒有我剛剛講的重點其實是另外一個 就是如果你今天喔 確定要來執行一個重大的旅行 一個撞遊 請記住 有幾個重點一定要小心 第一個 像看日出啦 或是說我們這種長距離的旅行 你通常會有夜間行駛的部分 那夜間行駛請一定要注意 出門前幫你的愛車做一個簡單的安檢 確認你的大燈會不會亮 尾燈會不會亮 那如果說你跟我們一樣 騎的這是個ASMAX ABS版呢 它有這個LED頭燈 非常的亮 所以我們剛剛一路上來 其實夜間照明喔 是充足的 那尾燈的部分呢 你看這個優美的線條 你剛剛在後面看了 相信也是非常的陸迷 那重點是 它的安全辨識度會讓你不會追撞 也可以讓後面的人保持適當的距離 所以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你的燈具 你的車子基本的安檢 包含胎壓這些我們做到 都要在出門前都把它完成 第二個人身布品的部分呢 安全帽外套手套保暖衣物 這些基本的都要準備 還有呢 就是這一次喔 我們兩個SARS 犯了一個很大的錯誤 就是安全帽的鏡片 對 因為平常我們要耍帥 我們不要讓路人知道 我們在想什麼 我們在看 所以呢 我們會帶 墨片或者是電鍍片 可是呢 來到山上之後 我們發現這是一個很大的失誤 沒錯 因為我們應該要準備透明鏡片 否則你帶到比較暗的地方 甚至是沒有路燈的地方 你會什麼都看不到 再加上起霧 不得了 非常的危險 所以我會建議大家 如果你跟我們一樣習慣 帶深色的鏡片的話呢 你來到山區的時候 最好準備一個透明片 對你的安全會比較有保障 那最後 我要提醒大家 你上山在夜間騎車的時候 最好把你的油門啊 你的煞車你的動作 都放緩放慢 為什麼 因為有時候你沒辦法預期說 前面這一塊到底是正常的路面 還是濕滑路面 甚至是有青苔的 或者是水溝 對 所以你要把它放慢之後 你比較容易做硬變 再來就是有一些路段 你剛剛講的 沒有路燈嘛 但是它會有一些反光的標誌 像是貓眼石啦 或是反光的貼紙啦 來提醒你要轉彎的 如果說你的動作放慢 你就比較容易看到 就不會有意外 可是如果你衝得太快呢 有時候在彎中 你才緊急要做煞車 要做彎道的轉向 其實是比較危險的 對 那最後 因為剛剛講到煞車的部分 如果你可以選擇ABS款的車子呢 我覺得是比較好的 因為我們這一次是住在這個 奮起湖那邊的民宿 它非常的陡 而且那邊因為中年濕氣的關係 你看現在又是一片的霧 它那個路面上有青台 又是碎石子路 其實在騎的時候會有點擔心 對 可是當你有ABS的時候 你在騎乘你會覺得 多了一個幫助 甚至是晚上濕滑路面 你會覺得比較安心 如果真的不幸達華 讓它做的動作沒有關係 它可以幫助你 因為ABS它本來就是一個 額外的保險 所以呢 如果未來你跟你的朋友 要去進行一趟偉大的旅行 記得把我們剛剛上述所說的這些東西 都重新的檢視一遍 並且把它做到 你才可以開心 安全 又順利的去完成你的旅行 那麼接下來呢 我們應該還是會去一些 比較特別的景點 帶大家到處去走走看看 雖然可能不會像你講的 這麼樣的壯烈 但是我覺得騎車旅行 真的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所以我們會繼續的做下去 那也希望大家呢 有一些想法 你有去哪邊旅行一些特別的回憶 有歡迎都分享給我們 讓大家都知道 騎車旅行是一件很快樂 很值得 很棒的事情 那麼以上呢 就是我們這次 Bike in 機車資訊 印週報的旅遊單元 我是小三 我是伊達 我們下次見 拜拜